恭祈法师慈悲开释 尊敬的 最童修 护法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在借这个 共修的姻缘 来给大家 轻松的 来讲讲话 说实在的 我们今生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来塑持 这一部佛书 阿弥陀经 说明我们的上根 我们的福德 我们的 我们的姻缘 是一个非常的深厚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 不要把这个 稀有难逢的机会 把它错过了 不是每一个人有这个姻缘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的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 最童修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 跟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关系啊 其实啊 是一个非常的密切 所谓的密不可分 就如同超过 父母对儿女那种关系 阿弥陀佛对我们每一个众生 超过 父母对儿女那种的亲切 所以今天阿弥陀佛成佛 为谁而成佛的 西方极乐世界 为谁而所建立的 不是为阿弥陀佛一个人 都是为一切众生而建立 为一切众生而成佛的 所以把这么庄严 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啊 来供养给我们每一个众生 让一切众生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心 居住生活 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没有忧虑 没有困扰 能够在这个地方天天过得 那种快乐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然后慢慢来修道 慢慢来修行 将来成佛乐 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 移民到这个地方 跟我们一起居住 亲近阿弥陀佛 亲近诸佛如来 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抓住 这个姻缘非常难得 不是每一生 每一世我们能够遇到的 所以我们这一生很幸运 这个师父说实在的 我们真的很幸运 这个人生太短了 一眨远就过了 我们的生命太短了 一眨远 没有了 一擦那时间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很幸运 能够依到这个法门 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有一个方向 我有一个目标 我从这个方向 从这个目标 将来到西方节的世界 那我们的生命就稳定了 永远不会再堕塞三二道 永远不会再六道轮回 流浪生死 五量节以来 我们已经流浪太久了 赶快觉悟 你要赶快觉悟 这个就是简单 给大家做一个鼓励 念佛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确实真的不可思议的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鼓励 好好念佛 就对了 人要老实 老实的人烦恼少 不老实的人烦恼多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个人间 这个世间 为什么活得很辛苦 活得很难受 就是因为不老实 不听话 所以有时候呢 做人太聪明 聪明如果没有智慧 没有正觉 这个聪明会出问题 所以 做老实的人很好 傻傻姑姑的 傻人有傻气吗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师父呢 这几年 这三年下来 都是学这样 老老实实的 没关系 人家说我们傻傻的 没关系 傻有傻的福气 人家骂我们 没关系 阿弥陀佛 人家批评我们 一句阿弥陀佛 人家说我们不好话 阿弥陀佛 不要计较 老老实实的 比谁更的幸福 人家每天活得烦恼 睡不照 睡不好 吃不饱 我们天天睡得好 吃得好 这个我们一定要学 所以有学佛跟没有学佛的人 是有区别的 有学佛的人 对一切事 对一切人 对一切物 一到了 他不会尽尽计较 他容易放下 许愿 他不学佛的人 天天就计较 计较到什么程度 已经差一点要入这个 我们讲的 都已经要死了 他还在计较 已经入棺材了 他还在计较 所以做人不要太这样 很辛苦 人生如梦 金刚经所讲的 所谓的如梦换泡影 一下子就没有了 好好珍惜我们的人生 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 好好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我好好跟着阿弥陀佛走 那个正确的是最好的 所以你们要听话 要老实 不要不老实 不老实 很多事情会出来 这个师傅跟你们讲 一些经验都是这样 真的老实的人 真的很好 听话的人真的过得很自在 你看师傅 一躺在床上 一眨眼五分钟就睡着了 桌子上有什么青菜 青菜淡饭 看到 一家子吃就好了 饱了 很多人 看到这些发脾气 我赚钱赚得这么辛苦 为什么吃的叫青茶淡饭 这个计较 烦恼来了 所以做人越简单越好 我们念佛的人都是要用这种的心态来看生活 把这句阿弥陀佛跟我们的生活融合而易 你的生活就过得非常好了 这个简单给大家一种鼓励 好好用功 好好老实 好好听话 然后呢 真干 是不会抽的 好 那下面呢 就是要给大家来介绍的 就是 上一次呢 我们 给大家简单介绍的 底藏菩萨 本院经的经体 这一部经啊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要介绍这一部经的经体 经体已经简单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第二部分我们要介绍 就是全经 这一部经总共有13品 13品的内容主要性的 它是讲什么呢 这个也是要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第三部分的 就是要介绍这一部经的内容 它的经文了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全经的13品 这13品里面是讲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面 就老师 我们给大家来看 记得 做老实的人 做听话的人 就好好把你的眼睛 把你的心放在听经 不要东张西望 心在这个念佛堂 但是心啊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那这一部地藏菩萨本院经呢 它全部啊 有13品 像我们五量寿经 有48品 地藏菩萨本院经呢 它有13品 它的内容啊 我们先看 从刀立天工 神通品第一 一直到分身集会品第二 那前面这两品啊 它的最重要的是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就是介绍能化之主 这个主是谁啊 能化 化 化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来看 能是讲有能力 有能力 第一章王菩萨有什么能力呢 他有什么能力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能够在这一生当中 离苦得乐 就是说 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帮助我们 在这一生当中 不要再过那种痛苦的生活 烦恼的生活 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超越六道轮回 了生死出三绝 让我们过那种很幸福 很美满 很快乐的一种生活 他有这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 下面会慢慢的给大家介绍 那这个法主 这个法主是谁啊 这个法主呢 就是所指的 就是地藏王菩萨为代表 法主 像我们讲弥陀经 弥陀经的法主是谁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 为代表人物 法主是谁 是地藏王菩萨 那这两品 这两品 最主要的是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一次 在刀立天 举办这个法会 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谁 就是地藏王菩萨 那地藏王菩萨 五量节以来 他因地是修行什么呢 在修行的时候 他修什么 为什么诸佛菩萨称赞 地藏王菩萨 五量节都称赞不完 他是怎么修行的 所谓的做和行立和愿 这两个 做和行立和愿 他用什么方法修行 他发什么愿 为什么这位菩萨这么厉害 这么了不起 为什么一切诸佛菩萨 都没有都不称赞的 而且他的成就是无量 无边不可失忆的功能 都是介绍这个 谁来请法的呢 文殊势利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 本愿经第一品 谁来请法来代表我们 来请教释迦牟尼佛 是文殊势利菩萨 来请教释迦牟尼佛 他说佛啊 地藏王菩萨 过去是怎么修行的 他的了不起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 没有一尊佛都不称赞的 佛啊 你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能不能为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地藏王菩萨的了不起 在什么地方 让我们了解 才不会产生误解 所以我们看下面 然后呢 我们呢 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对这一位菩萨 你能够生起 坚定的信心 地藏王菩萨 所讲的 你对他有信心 他 你不从来不怀疑 你对他真的 相谢不仪的 像我自己 对地藏王菩萨 那种慈悲 非常的深信 只要你跟他有缘 地藏王菩萨都会来帮助你的 你要跟他有缘 怎么有缘呢 送他的经 听他的经 念他的佛号 你就跟他有缘了 他就会来帮助你 你走到哪里 他就会帮助你 只要如理如法 你求他 他就会来帮助你 所以地藏王菩萨 每一天五点到七点凌晨 他会来观察这个人间 来观察 看哪一个众生跟他有缘 他就会来帮助他 这个叫做能化之主 那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下面 这个是前面 第一品跟第二品 那我们看下面的第三品 第四品 第五品 那这三品的内容 他的主要性是讲什么呢 是讲地藏王菩萨 是手画之鸡 手画之鸡 这个鸡的意思呢 就是哪一列的众生呢 什么意思呢 说明地藏王菩萨 他所教导的众生 是哪一类的众生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 众生分为很多类 你是属于哪一类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哦 我们虽然看起来每个头发都是一样的 都是黑的 血都是一样的 都是红的 吃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吃饭啊 无骨杂粮啊 没有一个人都离不开这个的 但是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像我们的维诺 我们的维诺的个性 跟幕后的维的个性 有时候不一样哦 有一些人喜欢 对不对 喜欢什么 喜欢去海边去游泳 有一些人喜欢到森林 有一些人喜欢 跟朋友聊聊天 讲讲话 有一些人喜欢在家里安静的 所以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那地藏王辅沙所教化的众生是哪一类呢 我们看第一个 比如说不孝父母的 不孝父母的赶紧回头 要尽孝父母 这个是第一类 那我们看第二类 造作恶业的众生 要赶紧忏悔 赶紧回过 这个是第二类 第三类的是哪一类呢 喜欢毁谤佛法的 毁谤三宝 对佛法 对三宝不敬的 不相信因果 赶紧回头 改过之心 你想一想 不孝父母造作恶业 不信因果 毁谤三宝 不敬三宝 你想一想 这一类的人 不好 不能一度 你不要说跟他讲佛法 他不能找你麻烦 你已经算阿弥陀佛了 但是地藏王菩萨 看到这一类众生 很可怜 所以想尽办法 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不要再造作恶业 因为你造作业将来会堕地狱 你不孝父母将来会堕地狱 你毁谤三宝 你将来会堕在地狱的 所以想尽办法来帮助他们 但是有时候众生不领钱 回头过来 又来打 又来骂 又来批评 这种人很多 你想一想 这一类的人不容易读 不要说这一类的人 你看我们有时候遇到朋友 朋友如果不讲理的人 你看 你怎么帮助呢 也真的很难 或者遇到一些 而你不听话的 有时候我们的头真的很痛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何况这一类的众生 你想一想 地藏王菩萨真的太了不起 对我们每个众生都非常的关怀 来照顾父年 所以真的不容易 你从这个地方你就明白 地藏王菩萨太了不起 今天比如说你的隔壁 天天毁谤三宝 骂父母的 伤害父母的 伤害喜欢打人的 你然后跟他讲 你发愿 我要去度他 你敢吗 你敢去度他吗 我相信没有人想要 所以我们看下面 因此 这一类的众生 都是地藏王菩萨 他所教化的重点 他所教化的重点 真的不容易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更加了解 为什么在佛门里面 称为地藏王菩萨的 愿力是最大的呢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在佛门里面 在经典里面 十方诸佛菩萨 都称赞地藏王菩萨 他的愿力是最大的 什么原因 因为地藏王菩萨 就是专出现于 出现于什么呢 无佛的时代 无佛的时代 无佛的时代啊 是等于什么时代呢 是末法的时代啊 末法的时代的众生 你想一想 他的身心都非常的着恶 身心非常坏 身心都非常的刚强 身心非常的顽固 天天都是造业的 天天都是做坏事的 天天都是搞杀盗 血饮 贪嗔痴 自私自利 明稳立养 像这一类的众生 你想一想 地藏王菩萨 专门出现在这个时代 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 都是出现在于什么呢 没有佛的时代 佛的时代叫做正法的时代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这个世间 已经将近三千年了 米勒菩萨将来要出现在这个世间 还很长 五十七亿六百万年 这个中间空档没有佛的时间 地藏王菩萨就是出现在这个时候 你想一想 他不是了不起 那是什么呢 太了不起了 值得我们称赞的 这个就是所讲的能化之机 这个是第三篇 第四品 第五品 然后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一个一个来为大家介绍 因为时间很短 再有还有十分钟 那第六品 第七品 还有第八品 这三品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你看哦 为我们说明 地藏菩萨 度生之源 这个源是讲方法 是讲善巧方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地藏王菩萨 他想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他想要帮助众生将来过得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 他以什么样的善巧方便 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呢 比如说我们看 烧香 供灯 供水 所以我们佛门里面 这些供灯 供花 烧水 这个烧香 都是从地藏菩萨本月经开始的 你看我们的桌子上 有没有 供灯 有没有 这些供花 供水果 供水 都是从地藏菩萨本月经里面 开始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烧香 第一个 这些下面会慢慢的给大家说明 没有别的 什么三小方便呢 除了烧香 除了这些供花 他的表法主要性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没有别的 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都是劝导这些众生 比如说 不孝父母的 赶紧要发 孝心 要发孝心 不懂修善的 赶紧要修善 不进三宝的 坦快 要对佛法 要生起信心 要供养三宝 这个就是以种种的善因 来帮助我们 为征善缘 来帮助我们 令众生能够离恶道之苦 因为恶道很苦的 地狱 畜生恶鬼道 是很苦的 所以称为度众生之缘 缘就是善巧方便 就是方法 用这种供香 供水 这些水果 种种 用这种布施 来帮助我们 不要去造业 好 我们看下面最后 最后啊 这一部经有五品 那这五品里面呢 从称佛名号品第九 第九 一直到全经的圆满 总共有五品 总共有五品 最后啊 这五品里面最主要的 它的重要性啊 它的教诲 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这个很重要的哦 我们一定要听清楚哦 这五品的内容主要性的 它教我们什么呢 教我们成佛之音啊 就是成佛的正音 那用什么方法成佛呢 你看哦 这一部经是非常殊胜 前面为我们介绍 仁天善恶的因果 你想要得仁天善恶 比如说 你将来要得仁天的福报 就说你不到西方体的世界 起码你不会多这三恶道 它教你怎么说 怎么做 怎么修 一直到讲成佛的因果 是怎么成佛的呢 这个很重要哦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佛啊 在这一部经啊 明明的为我们说出啊 成佛的方法 成佛的方法 用什么成佛的呢 念佛成佛的啊 你看哦 地藏普着本愿经 到最后教我们成佛 还是离不开 用什么方法 你看念佛成佛的 你看哦 绕来绕去 到最后还是要念佛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在这一部经啊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虽然是以念佛成佛的方法 但是在念佛当中 邱老师把这个念佛中 念佛当中 把它用列出来一下 念佛中 念佛当中 佛告诉我们 佛告诉我们在念佛当中啊 你一定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你才能够成佛呢 布施的音形啊 你看哦 讲来讲去 还是教我们布施 教你们要修布施 所以啊 释迦牟尼佛特别用很长的一品经文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 焦量布施的功德 第六品啊 第六品啊 释迦牟尼佛讲得很长耶 我们要怎么样布施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布施 什么样的布施 什么样的对象 我们来形布施 那个功德 那个福报才能够无穷无尽的呢 在这一品啊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详细 所以在这一品 佛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无量法门中啊 非常重要的行门 行门啊 行门啊 给大家看一下 行门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修行 你才能够成佛 用什么呢 用布施啊 用布施哦 这个布施 下面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为什么要用布施呢 因为这个修学成佛的开始 因为这个是修学成佛的正音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这个是总共五品里面告诉我们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但是很可惜哦 很可惜 我们看下面 师父很多次遇到一些念佛的同修 曾经问过一个问题 希望你们要听好 你们不要属于这一类的众生 我到加拿大 包括到美国的时候 我一到一到有一位居士 他问我 他说 师父啊 我只是念佛就好了 我只是诵经就好了 我不想要布施 可不可以 这个 你说可不可以呢 他说我不想布施 你说呢 说明什么 这个人很吝啬 真的很吝啬 如果不是吝啬的话 他怎么能够会讲这句话呢 可不可以啊 师父 如果你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明白了 为什么要行布施啊 释迦牟尼佛在六度万恨里面 头一条是讲什么 讲布施啊 菩萨要成佛 布施没有做圆满 成不了佛 成了佛之后 一百节还要修布施 你看阿弥陀佛 西方籍的世界 每一天他们在做什么 每天修供养啊 修布施啊 去哪里修布施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 每一天都是这样 供养布施的啊 你说你不想布施 所以呢 你看 在佛门里面很多人哦 像我们本身啊 为什么喜欢来供养三宝 来供养佛 像我们你看哦 你看到佛像有没有 比如说我们做三十七年 我喜欢供花呀 供食品啊 或者有供德香 来供养啊 或者供一些 比如说啊 这些食品啊 种种的 他为什么要来供养 而且都是心甘情愿来供养 哪怕是他有时候 有所求 有所求哦 很多人哦 在供养当中 有时候会 会有一种 一种求的 那个心态哦 求嘛 求佛菩萨 保佑我啊 让我生意兴荣啊 种种的对不对 有这种的心态啊 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你看我们到新加坡 新加坡 你到那个观念庙 天天 每天的人好多 人山人海 天天去求观念什么 求啊 天天求啊 有时候拿了一朵花 买了一朵花 买了一个苹果 放在那个桌子上 对观神菩萨 有求的 有求不断 求不了了 观神菩萨 你要帮助我 如何如何 种种的种种 求不完的 但是呢 我们对于佛的供养 我们看下面 我们对佛的供养 我们总是会有一种 生起的信心 我从来不怀疑 像我走到哪里 看到空头香 我就供养 对不对 我看到哪一个地方 这个寺庙要装修 我有能力 我来帮助 我看到哪一个三宝里面 哪一个僧团里面 需要什么 我们来供养 为什么 我从来对佛 都有生起信心 从来不怀疑 为什么呢 什么原因呢 因为十方诸佛 英帝 在英帝修行的时候 五量节以来 都是广修 供养 布施 属于佛的这样 圆满的果报 贪塑 一切众生的供养 他能够结束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学佛念佛 我说假如啦 我说假如啦 假如今天我们不肯 布施吝啬 小气鬼 不肯供养 假如啦 假如 我们也成佛了 将来我们要来 弘法度众生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很麻烦 什么问题呢 你会饿肚子啊 为什么会饿肚子呢 没人供养 这个是一个假如啊 没有人供养啊 所以 你看释迦牟尼佛 再次有讲过 法未转 时先转啊 你饿肚子 你怎么红法 你想要建道场 没有人护持 你怎么建道场 你想要红法 红法没有人来护法 谁来 你怎么能够红法呢 你不跟大家 结善缘 谁来听你的经啊 所以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 他的法源殊胜 为什么 他都是用讲经 跟大家广结善缘 放生啊 布施啊 供养啊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 为什么 有一些人会生在这个帝王之家 福贵 长寿 又健康 从哪里来 从布施啊 你要活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环境 你有钱 你没有钱 你怎么过生活呢 对不对 你在这个道场 如果没有人供养 你这个道场能够维持吗 对不对 像师父 对不对 有没有人护持 我走这条出家的路 也是很难 这个假如 所以要布施 要供养 不可以吝啬 因为到最后 这些都是你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你何必呢 放在里面 有的 有能力的 拿一点点出来 来供养 师父每天 就是这样做 只要有机会 我就来供养 只要有机会 我就来布施 就算了 生病的 老人的 孤儿的 放生的 想尽办法 就是要帮助这些人 把你这些所得到的 用在更有意义的 这些将来会变成你的 都是你的 但是呢 实际上 我们来看下面 实际上 怎么可能会有 贪先不舍的佛呢 不可能 从理上讲不通 所以佛啊 告诉我们 一定要强调 布施的重要性 告诉我们 在这个佛正音中 特别把这一条 列出来 你要成佛 你不行不思 不行啊 你今天念佛 想要发愿 求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不行不思 也不行啊 将来谁来护持你呢 所以你看我们 在西方极的世界 每一天 你看哦 阿弥陀经不是有一段经文吗 常以清淡 各以一格 沉重庙花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都是修布施啊 去供养啊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最后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这一部地藏经 告诉我们 一个真正发心 要成佛的人 一个真正发心 要念佛 发愿求生西方极的世界 一定要具备 为众生的服务的心态 如果我们不具备 这一点的心态 我们是永远成不了佛的 我们怎么念佛 也不能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因为西方极的世界 是要为一切众生服务的 不是自私自利的 所以佛呢 非常强调 布施的功德 原因在此地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后面这五品呢 为我们举列 说明成佛之音 但是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特别强调 就是护法 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 在第十一品 第十一品是谁呢 都是在讲这个监牢地神 监牢地神是谁 是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 总地神 我们平常讲土地宫 土地宫是管一个地方的 监牢地神是管整个地球的 这个地球整个管辖 就是监牢地神在管的 跟土地宫不一样 土地宫是他的管辖比较小 是一个阵 是一个县 但是监牢地神是整个地球 他来为我们做一个好样子 做一个好榜样 他来做护法 只要你们能够相信这一部经 你能够赌诵这一部经 你能够相信有地藏王菩萨 你真的来撑面他的名号 监牢地神来护和你 他真的来护持你的 这个就是佛为我们介绍 这个地藏菩萨本院经的内容 这个总共这十三品 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看下面的 这个是全经的大义 分为这几个段落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的 就是这一部经的内容 从第一品 道立天空神动品第一 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给大家介绍 所以你看 监牢地神来护发你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能够真正念阿弥陀佛 你真正用功 你真正来读诵这一部地藏经 你念他的名号 监牢地神他就发过愿 发什么愿呢 他会来保护这个人 他会来护持这个人 无论他在哪里 只要如理如法 依照奉行 他会来护持 做你的后老板 我们的大老板的后面是谁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对一个大老板 监牢地神又来为我们护持 你那个福报有多大 太大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 今天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也祝大家老实念佛 身体健康 像刚才说我所讲的 我们跟阿弥陀佛 关系都非常的密切 你要好好来念佛 好好来修行 好好来珍惜 这个生命是很短的 太短处了 而且在这个短处的时间 我们确实说的太苦了 要好好念佛 将来我们同生极乐果 比什么更重要的 这个世间啥都是假的 不要过于看念 也不过于留念 因为总有一天 生不带来 谁也不带去 来得空空 去也是空空的 所以不要过于执着 好好念佛就是 该工作的工作 该上班的上班 该做事的做事 该煮饭的煮饭 该煮菜的煮菜 该做家务的做家务 有时间空档赶快念佛 这个就正确了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李谢法师 文费菜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